熱的最後一個段落叫做熱的傳播 就是要把熱傳出去 基本上熱傳播怎麼傳呢 我們寫過N遍了對不對 從高溫傳到低溫 這個簡單的話考過很多遍 請問你熱量轉移的方向 下列迅速何者正確 不是從質量大到質量小 不是從密度大到密度小 不是從比熱大到比熱小 是從高溫傳到低溫 傳播的方向是從高溫傳到低溫 傳到什麼時候為止 傳到兩邊達到熱平衡為止 什麼叫熱平衡 溫度一樣 所以熱的傳播方向 從高溫傳到低溫 傳播到兩者達到熱平衡 溫度相同為止 如果你要更仔細的說 即使達到熱平衡的時候 還是繼續有人在吸熱跟放熱 只是吸放熱的速率是一樣的 所以看不出增加也看不出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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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問題是 怎麼要把熱傳過去勒 如何把熱傳過去勒 也有三個方法 傳導對流輻射 這是我們要教的 我們如何把熱量傳播出去呢 我們傳播的方式有三種 一個叫傳導 一個叫對流 一個叫做輻射 有傳導對流輻射 三個方式把熱量傳出去 不管哪一種方法 基本上都是從高溫傳到低溫 高溫傳到低溫 OK 上方式 第一個介紹就是叫做傳導 介紹介紹傳導 任何東西都可以靠傳導傳熱 兩個東西只要碰在一起 東西只要碰在一起有接觸 就可以靠傳導來傳熱 一個高溫 一個低溫 就是有些是所謂的熱的涼導體 很容易傳導熱 有些是所謂的熱的不涼導體 所以生活中有一些運用 我希望你很快傳熱的 我要用熱的涼導體 我希望你熱的不要傳過來 我要用熱的不涼導體 所以任何東西都可以靠傳導傳熱 但是呢 像金屬就是熱的涼導體 塑膠或熱的不涼導體 不涼導體 空氣也是 這也是不同的金屬 不同金屬 我們未來會要你背 未來要你背的 就是叫做誰是導電導熱性 最好的金屬元素 那是未來要你要背的 這裡就是做了三個實驗 它裡面放了一些蠟之類的東西 然後去加熱烤一烤 它如果傳熱越快 它後面融化的陣絹 會在越後面 越靠近尾巴的地方 所以三個金屬傳熱就這樣 它有銅啊鋁啊跟鐵 會知道那個銅是導熱最好的最快的 就是你未來要背的 就是你未來要背的事情 但是銅不是最好的 但是你要背 銅很好 導熱性很佳 就是你會要背的 就是告訴你 傳導的 不同的金屬 傳熱的情況不同 OK 所以就問了一個問題 烤肉的時候 插幾個金屬 肉塊裡面插幾個金屬針 裡面的肉會更容易熟 你直接烤裡面的肉不容易熟 插了幾根金屬針 肉有容易熟 這是為什麼 林車戰界問 這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插了針肉就會容易熟呢 10 為什麼插了金屬針肉就會容易熟呢 為什麼插了金屬針肉就容易熟呢 不會 不會 不知 不了 請說 傳導 你插了金屬針 然後金屬受到熱 它會金屬熱的涼 導致把那個熱傳到整根金屬針 那個針有插到肉裡面 所以肉就感覺到受到熱了 所以就容易會烤熟 這個以前好像北女烤過 一堂年北女烤過 就是說 好 烤大塊肉的時候插上針 為什麼會更容易熟透 是因為金屬是熱的涼導體 我可以靠傳導 把它能夠傳熱 OK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